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2对阵S5 重庆狼队近期的一个比赛的话 其实他们的近胜分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是负五分 是的 他们近胜分太低了 狼队想要继续留在S组 不去打卡位赛的话 就要尽可能大场把比分拿下来 没错 而佛山第二季季开 由于近期两个3比0 目前他的一个分数近胜分也是非常高的 有五分 来看一下这局双方的BP 第一局 蓝色方式重庆狼队 首先把顿山给扳掉了 我们今天也要重点关注一下 他们的一个中野联动了 对 今天那中野是一个全新的中野 小胖回归加上项鱼的回归 对 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组合了 对的 孟茴那个夏天 是 二一年试惯嘛 嗯 好 来看一下佛山第二季期 可以是先把公顺利搬掉了 然后把老傅子放出大桥 大桥放出来了 大桥 那重庆狼队要拿了 对 我们 其实吃这个赛季重庆狼队的大桥胜利并没有那么高 用了三次 赢了一次 赢了一次 而且第一把一般放出来大桥之后 对面都会拿一些特别counter你的阵容 蓝在外面 我可是重量级的 强势位移会比较多 嗯 先拿连坡 许多人的特长 加蓝 这也是蓬勃比较拿手的 嗯 连坡也是能拆一下大桥的组合 同时呢 连坡这个大招把人砸起 只要那个距离过高 你要是没有出生性鞋的话 也有被砸出圈的可能 也进不了圈 来看一下重庆狼队 孟茴有霸体 能扛 让一个前排有 加上沈孟茜 具备消耗能力 目前前三手的话还是挺强势的 对于狼队而言 嗯 那看一下佛山第二GGK 这局他们在红色方 而且又面对到大桥要做counter 上根玩 这 其实上根玩打大桥这种没有想象中那么紧的 他虽然具备爆发 但他很容易在去飞大的过程当中会被断 像大桥的一技能击飞 包括三技能的沉默 锁了 来自佛山第二GGK的自信 是的 而且新鸿这个赛机用过一次也是获胜了 我还以为他三楼会补个张飞 这样稳妥吗 最近的话打那种大桥阵容 大家都是什么张飞 配合上蓝这种强推 那样更稳定一些 打爆发的话就是上半晚上拿出来 他一定要吃中路这个英雄的节奏 前期节奏要顺 对 拿到上半玩赶紧把公本五脏扳了 然后再扳个劲 挺客玩儿的 是的 再扳一个劲 扳的都是小胖这边的招牌英雄 对 狼队的话就是扳了明世影加上东黄一些强控 包括明世影在当前版本提速嘛 嗯 先帮助木兰把射手位置先补出来 有爆发的孙儿香 对的 那五楼这个选择就很多很多了 我们今天还看到红色方五楼出装周的 对 这把他鬼谷子之类的张飞啊 都是可取的 来看一下重庆狼队 要加上李源芳 要可以做分带 然后李源芳的话比较灵活 有自保能力 嗯 而且也有爆发 哇 刘邦 刘邦 那这个刘邦是打边还是打斧啊 可以摇摆 看他们换位置之后 正常来讲这个刘邦就是走有所为 提供一个大招的传送 去保证一个队友不会被对面瞬间击杀 包括他这个点选出来 即便是这把拖到大后期 狼队这里可以用大桥边线 边带比较厉害 但我有刘邦可以处理一下边带 是的 处理一条线的压力 而且这一局佛山第二季GK 有没有发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换自己的位置 就是自己拿自己的英雄 对 这在红色方出了一套 能够去打大桥体系的阵容 而重庆狼队 在第一局就直接把大桥拿了出来 大桥体系他们这个赛季是用过三次的一胜 然后看到项羽和清风的一个数据对比 下一个话这个赛季是登场过一次 登场过一个BO5 后来和月色进行了一个轮环 现在又是重新首发登场了 是的 包括还有小胖吗 看他们第一次摸合在赛场上的表现怎么样了 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中野联动 同时评论席中老师也说了 其实小胖也是比较喜欢和Fly去做一个联动的 看能不能带出节奏 也要看一下清风这局上完玩 在四级的时候能不能为团队打开节奏 这个英雄就是一个倒计式英雄 比较怕后面分摊伤害 包括魔女 看佛山第二季GK这局的节奏能不能提起来 进入到比赛当中 激流涌进破浪跪 这是佛山第二季GK的主场 进入比赛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机器 我是本场解说潇洒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刚刚看到狼队在选完阵容之后 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 应该是在做一个开局 猜测一下对面阵容会怎么开 去做一个部署 因为要的野区一级很弱 如果碰到对面有走位带逞击的一定要小心 是的 他选择了红开 正常的要我们巅峰赛啊 排位啊都会遇到 基本上都是拦开的 自下往上刷 阿改这局刘邦带逞 第一波野区肯定不好进 对 他不仅是自下往上刷 还让在下路的李源芳帮他打 但很可惜的是 他想刷下边那个小野的时候 被孙让香梦兰这里骚扰了 哎呦 孙让香已经到对面三雄的位置骚扰了 但是也没有打掉状态 对 稍微干扰了一下 开始利用我自己在下路优先拿到了线权 进眼去骚扰了一下 中路的河道之灵 还是由佛山第二季GK拿下的 第一波野区双方向安无事 第一轮的野区主要就看两边打野的速率了 两边都会用尽各种手段去骚扰对方的打野 减慢你这个刷野效率 但中下河道之灵都是佛山第二季GK先空到的 然后上路位置要已经漏视野了 百兽连婆现在塔下 等线过来再吃 稍微稳一点 起码是要拖到伤而到四 再考虑去动手 对的 想压一波 因为这波吃完线 Fly的蒙天到四了 直接开打 四个人 佛山第二季GK这边也是四个 联波这边 一二一先把线清掉 但自己的位置稍微有点危险 闪现交出来 先躲第一波伤害 但Fly这里是个残血脚下 是有大乔的二技能 可以回家 做了一波尝试性的月塔 两边的对抗路是有闪现互换 他是看百兽这里 战役值还没有叠起来 然后百兽又想过来 先叠战役值的情况下 就狼队主动出鸡了 是的 没有成功 下路位置两边射手 起无同时到四几 三三先下来了 可以过来消耗一下 但是婉儿这里有四了 也来下路了 会被大乔看到 大乔已经看到了 就出不了节奏了 哎 四张翔抢到了这个河道这里 那回来 拿一个红笋 现在刘邦到四了 大乔还差一点经验值 大乔到四那波 也是狼队的第一波 很关键的节奏点 四张翔翻滚 这边有加速 应该是知道草里有人的 上路位置是放了摆设一个连坡去抗压 看一下清风下一波的动向 其实在蒙田道四的那一波出不了节奏之后 上半区基本上对于狼队来讲就很难再出节奏了 他可能要想的是等大乔四级往下打了 利用上路的抢线拳 然后再利用大乔的大招 瞬间形成多打扫 但上线是福尔第二季机可以先抢完了 他也不可能拆塔 现在还没有过四分钟 是的 可能那个点 大乔摇人的那一波点 就是四分钟过了之后 防御塔保护机制消失之后 对 再去打 现在两边都很谨慎 因为对面有刘邦在 大乔也不敢轻易地摇大 往前面的视野也一直都是在藏的 都比较谨慎 现在连波站一直 叠起来相对来说简单了 对 他叠得快了 但是消失的也会比较快 从以前的五秒变成了三秒 就消失了 去对方的野区再反点小野 不是很好反 没成 也没人管他 没人管他都在下 能转一点是一点 是的 那动龙啊 这条龙 重庆狼队 是直接放掉了 因为狼队这里没视野 蒙田只要 Fly这里一直在线上的话 他们的视野就 视野权就不够 是的 悦悦成鬼看好的是 弗仁第二季GK 中恒零二汪月跑看好的是 重庆狼队 两边野区都是比较和平的度过到了四分多钟 但现在依然是没有摇大的 而且网儿也没有动 两边都在看通过小地图露的视野去判断一下哪里有机会 哪里有机会应该是要往下打了 这一波的伏仁是摆受放线了 他不要上路了 直接下来了 刀翔先被打残了 连后这边直接先大招起手 要到二技能 这里蓝接波 蓝要进手了 刘邦也给了保护 但是这两个人很难走 往上闪踩进场 第一滴血先收下来 但是后续蓝和刘邦都死了 刘邦自己也走不掉 也走不掉了 看最终人头给到了小胖 二连击破的药 这一波是狼队防守 反击等对面强冲 打了一波很赚的团 一换三 对 腰刀第一时间是吸收了非常多的火力 腰刀那个位置不敢坐电梯 是因为百兽的连波已经提前砸大了 他怕被击飞 他二技能闪现撤回了塔下 再加上这波月塔 DRGGK是没有干扰在的 吃了全额塔伤 看一下下午追不回放 先是控到了腰刀 看到的腰刀已经半血了 想要去击杀 但腰刀还是留了一个二 蓝在进场的时候 又被一个闪现拉开锯了 大潮摇大招把队友摇过来 大潮还给了一个一技能 阻断了一下蓝去追 但这波说真的 佛山DRGGK为了杀药刀付出了惨冲的代价 是的 为了杀这个李源芳 那上塔也丢了 两边进行了一个换塔 对 但刚刚那波团战打完之后 小胖的药是一波飞了 他的经济已经是全场第二高了 当药这里拿到了人头和经济的领先之后 单打蓝他就不怕了 4400打4300 经济上并没有领先很多 嗯 孟兰的算量箱 这局的经济支持的是比较高的 477 爱你战斧 宗师 带补了 这里先消耗一下 但婉儿来了 被大桥击退了一下 但是还能上天 但伤害又不够了 伤害被分摊了 而且大桥这边成功坐电梯回家 让队友 能看一下中路的线压过去的话 这个线能够轻也推不了啊 有个连波在 还有一个兵 连波砸大过来轻兵 但会被打很残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佛山DRGGK来讲 几个节奏点吧 像婉儿跟蓝 蓝的话现阶段就只能补发育 等着合适的团战去参了 对于婉儿来讲 现在就比较难打了 因为他没有取得很大的优势 而且对面的魔抗 现在已经慢慢在补出来了 是的 又来了 出来这边是有有泳液了 然后帆帆也在慢慢的补魔抗 中路的这个防御塔 就这样慢慢的要耗掉了 要炸掉了 精准计算了一下伤害 是的 我感觉重庆狼队这局的前期 真的非常沉得住气 硬是拖到四分多钟 佛山DRGGK往下路主动出击的时候 其实他们既把主动出击的那波 就是弗赖这个蒙田生死的那波 在那个尝试没有成功之后 他们就一直缩着打 河道视野也没有去擦 一直在等佛山DRGGK的进攻 他们的大桥的第一个大招 是用来打防守反击的 转上路推上二塔 现在福山DRGGGK就已经没有主动先手了 因为蓝一直在去补经济 正面的话也不太好和对面起冲突 有个大桥在 他们也不是很好留住人 对 那他们就可以往后拖一拖 这把有孙二香吗 等一下孙二香的装备 嗯 孙二香的话是暗战斧 然后加上宗师之力再去补尽 再补破晓的话会稍微晚一点了 这波感觉想打 这条龙DRGGGK不想放 下1-1打一下消耗 但是重庆狼队直接先撤了 也没有给到对方很好的消耗机会了 怕被包 一直在抱团 对 要红区收完的话 下线也可以顺势带过去 放上路一塔 看一下这个中塔 蓬蓬提前蹲好了 不赖他去侧边开视野了 但是蓬蓬这波一三大招 取手并没有咬到腰刀的里面方 腰刀早有防备 在推这个塔的时候 那边草丛没事 就应该提前做好那边有人的准备 是的 狼队在打团的时候 要看好对面的刺客进场位置 侧边一定需要有人盯的 我感觉蓝这局想主动先手去留人 真的很难 还是要和板手连坡去做配合 10分钟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目前的话两边经济吃平 服务人帝亚GGK 刚刚吃完这个野区领先了一点 看一下这个蓝区 重庆狼队有点想进攻啊 反掉了 反掉然后坐电梯走了 其实孟兰想要这个蓝buff啊 如果说他能抢到的话就好了 他就跟回家了 现在这个蓝量可能需要回 看这里又是朋友直接先手 这腰刀就一三持手打一套 这个电梯腰刀不能做了 而板手这边大招也交过了 一个已经能穿墙 二 想往前走 两边其实留着能力都一般 硬控比较少 蒙田其实也不好留人 联邦这边留人的话 对面的机动性其实也挺强的 也不好留 那就先让自己家的C位打打消耗 看上路打起来了 玩儿这里准备起飞 但脚下是有圈的 狼队三人先回家再传过来接团 看一下鹏鹏 哭过去也被躲开了 刘邦给了个大招 联邦也没有打起来人 只能后撤了 看能不能扛一会儿 第二季GK的技能已经交完了 是狼队可以追击的一个好机会 什么是一个大招 再砸两人 但是追不上了 对面已经撤到了塔下 同时红buff也被清风 自己守下来了 没给孙上香就可以接受 就是狼队利用大桥的二技能 以及大招打了一波车轮战 第一轮先吸收了婉儿的伤害 是的 刚这波其实是婉儿的一个 伤害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之一 他是回响Moss刚出的一个时候 对 刚刚这波团战 他伤害被分摊了 而且电梯回去又传了过来 感觉今天狼队打得很沉稳 是的 一点都不着急 又想秒 秒掉了翻翻的大桥 这里所有人先集火 打退了狼队两个闪现 给他二技能往后撤一波 萌田传下来 然后打蓬蓬 A闪差一点 蓬蓬二技能转起来 普光回血没死 跑了 反而是弗莱被孟兰的孙上香一枪给点死了 是的 弗莱第二季GK这一波是主动出击了 先把翻翻大桥给秒了 那这样的话 弗莱就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坐电梯回来 就是打一个持续拉扯了 弗莱第二季GK打团就本着用自己的爆发 去把狼队的人给用伤害灌死 不让你打大桥电梯流 而且这波确实也打成功了 就是上路线不好 二塔被磨掉了 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主要是蓬蓬的这个位置 其实小胖已经感觉到那边有人了 当他去谈事业的时候 蓝已经出手 是的 中度位置又打了起来 打三两个 双C都是半血 小胖进场 打出了孙上香的进化 坐电梯回家 项羽这波没做上 因为佛山第二季GK 刚刚那波团战打赢之后 拿了阿宇暴君 加了一些伤害 还想找人接团 现在就是靠百兽满战一直去 谈谈视野 然后让他去开团 我们前面刚刚说到 就两边好像开团手段 都不是特别强 然后佛山第二季GK 就是要靠百兽这边 选手先把人留到 然后配合到蓬蓬的蓝进场 就配合两个刺客加 对 孙上香的爆发 能秒一个是一个 不能让狼队这个电梯 一流打成功 这是他们打团的一个核心思路 但是这一波下路位置 有可能要遭遇到了 像看到蓝方师 也不知道那边是有人的 这边让李元芳用被动去探草 探花了三个一瞬间被秒了 然后再看这个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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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下还好有一个电梯 小胖的腰能走 这真的是让李元芳用被动去探草 结果探到三个人同时 就是你看到我的一瞬间 我已经在 已经能够到你了 对 我已经在出手教技能了 这种情况下 腰刀反应不过来 二技能闪现根本教不出来 一瞬间被秒了 这就是像在看恐怖片一样 这也是佛然迪阿基这个厉害的地方 他的这个配合 默契度已经非常高了 下落位置神墨西丢了一个大招 先把兵线清掉 但是后面还有一波兵 中路线往也带了过来 这个二塔可以稍微抹一点血量 是的 经历果刚这一波之后 腰刀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虽然我有被动能探视野 但是探视野的距离 也是对面能瞬间摸到我的距离 还是不要让射手去探了 看起来刚刚一个回放 好像是有人地图上都没人嘛 对 他想往这边草丛靠一下 你看他第一时间是没有清兵的 他只是想用他的被动地听 那个探耳 去看一下草里有没有人 他的目标很明显 但对面看到了腰刀这个举动就知道 你只要往前到了我攻击范围之内 我一定要教技能把你秒了 是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反应啊 因为腰刀那里 他明显他没有清兵的意思嘛 是的 他直接往草丛那里走的 项羽出到了帽子的连波 直接一个大招 想要打起但是腰刀二技能往后 撤了一步玩 想要上天 彭彭一个打着波 但是本来已经被传回去了 是 这波腰刀交闪想追 但是被打残了 被玩的伤害 腰刀下一波没闪 还是挺危险的 是的 彭彭其实团战第一时间盯的 永远就是腰刀 腰刀刚刚也是想要交一个闪现机去追 正面 哎呦龙给击飞 让四双枪补了一套伤害 好的 要有大招 球技能队比较少的利用大桥去带线 主要还是跟对面正面团战了 他组的阵容就是一个正面可以打团的阵容 但是要打好两轮 像他们上路那波团战一样 第一轮吸收对面第一轮的爆发 然后大家坐电梯半血状态传回去 然后再利用大桥大招传回来 但是问题是传回来的第二轮能不能留住 因为他们的留着能力我们刚刚有讲嘛 确实比较差 确实比较差 控制手段比较少 上路线没有去管选择去Rush这条暴君 里面放一个大招已经用过了 风走位 走位 风地形 这里龙是被小胖拿下了 但是一瞬间的爆发不够 哦 彭彭这边也很危险 一丝血 哦 铭刀触发了 他开了苍穹还是挡不住 那这一波重庆狼队就很赚 拿了个暴君 还把蓬蓬的铭刀击碎了 对 跟着Fly开始往前解事业了 大桥赶紧做出了魔女斗篷 是的 佛山第二季GK这里有着5000的经济领先 狼队五个人带线 随时做好接团的准备 回了 他不敢分带了 嗯 下路线的压力 重庆狼队的压力是比较大了 然后洪曼去的视野 佛山第二季GK已经全部都占据了 现在就是 找一个你前面倾线的人 如果说站位太靠前了 可能就要被打一套 哎 妖刀这个草丛是不敢去的 看一下 小胖的位置是绕后的 正面蒙天直接开 打残浪梦兰 对上香 残血 流氓给了一个大招 保一下有气血 吸的差不多快满了 小胖进场直接要被追了 脚下是有个圈的 但回不去被打出了一个复活原地 这里来切到后排 先上了大桥 再近身打妖刀 妖刀也被切掉了 蓬蓬这波切掉了两个人 二连击破蓬蓬一个人去把后排都处理了 孟兰这波还活下来了 孟兰这里极限买了一个气血 打小也回上来了 当小胖觉得这个算量是个残血的时候 他过来发现是满血 被吸满了 看正面继续往前压 他感觉大 这里Fly没有大 要被集合了 看一下玩儿进去 先秒向瑜 沈梦西 下路有冰线 正面的Fly也被处理到有冰线 可以直接一波 恭喜佛山第二季GK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1比0 暂时领先 最后这一波团战 佛山第二季GK打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是狼队准备主动出击的一波 Fly这里蒙田开大 已经把孟兰的 孟兰香打残了 刘邦的大招也交出来了 已经被骗出来了之后 但是孟兰香这里满了个气血 去打了个小野 满满过墙 还打红笋回血 满状态把药直接骗在了原地 反而让药这里有复发甲的一个药 直接在原地阵亡了 是的 小胖最后这一波 他其实是想和队伍进行一个包夹 但是是对面的一个陷阱了 对 就是佛山第二季GK这里 不论是从下落那波三人的配合 秒要刀 还是从他们最后一波 在被开了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临场判断 所有人往后退保着孟兰香 他们这种决策做的是非常好的 是的 从前狼队这一局其实打的也是有高光的 就是中期的运营打的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就是两波关键的一个节奏吧 一波就是下落位置 从佛山第二季GK 三个人把腰刀的李元芳给蹲到了 然后再就是最后一波大团打的太漂亮了 再次恭喜他们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听了信 佛山第二季GK这一局拿出了一个手法阵容 也是操作起来了 对 前面感觉打的因为狼队这把阵容 我感觉是他这几个怎么说 在几场 在他这个前面几个被凌风里面 他这盘阵容是我说的最好的一盘 就这几个话 他这个阵容首先野区肯定是保得住 上来直接蒙天家什么心 没什么问题 这些其实重庆狼队他们前期的一个运营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一直是压着佛山GK 但佛山GK他们是在下落一塔那波 月塔是有点小上头 是 因为刘邦他这个点的话 他没有说带一个干扰 所以他们就刘邦和蓝 被防御他打了很多的一个伤害 对 而且那一波是让小胖的药 是完成了一个小收割 但是 蓝区那一波 对 虽然是拿到双杀收割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经济 其实蓝前期虽然没有两个人头 但是他跟药 跟小胖的药的一个经济 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没有拉开 差了几百块 最关的还是那一波蓝区那个口 连坡配合上官网 对 那一波开团太过断了 直接把这个小桥是秒在天上 大桥秒在天上了 就佛山第二句GK 我觉得他这个质量是蛮拼的 尤其拿上官网去打一个大桥体系 他想的就是 我要你回不去圈 我要用第一波爆发给你摁死 通过爆发把你摁死 而且沈蒙熙是被搬了 就是说白了 你要处理蒙田加大桥 你一定要想办法越过他 对 沈蒙熙没有了 那就只有上官了 你像昨天北京微博花卷也是这么做的 就我没有东西越过 我就只能拿上官去越过他 铺脸嘛 本局的VP也是给到了佛山第二季 GK的彭彭蓝 这局带了一个刘邦很安心啊 他的一个进场 我只能说就是同情狼队他只能跑 只能放圈跑 就打不了 因为有刘邦 对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那波蓝球 那个团战那个收尾 Fly都觉得蓬蓬必死了 然后借着蓬蓬去借着Fly刷了一下 对 操作起来了 这个地方 这波其实我觉得李源芳芳已经有意识了 但是真的 感觉有人 但是真的 真的是差点距离 这波Fly的蒙田也是被让果冻直接上去开到孙上香 但是有一手刘邦保了下来 对 而这个时间点看到后面的一个药进场之后 联波配合上官是直接给你留下来了 对 看一下蓬蓬这个时候的蓝 你看直接是把 是把这个药又是在天上把复合架打出来 这样你走不掉了 对 康波链配合起来了 就这把真的是复燃GK手法拉满的一盘 能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在场上的话 虽然说就像刚刚陈鬼分析到那样 前期有被说重新狼队这边运营给压一下 但是他们一点不慌嘛 这前他们的一个进攻预案 你可以发现 其实复燃第二阶GK他们是求战的 他们在找机会 因为你打这个像这个狼队这么扎实的阵容 你就是要在游戏的前中期 靠这个阵容的操作和爆发把秒了 你不能说跟大桥体系去玩运营 对 你也不能跟他拖到太往后 就整个我觉得佛人第二阶G打得很拼 对 然后是有配合的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其实爆发点很多 上官 孙上香 蓝 其实就是一套流 一套打完了 我如果没打死他们只能跑了 对 而且这一盘说真的 就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付出的代价很少 因为GK这里用 狼队这里用到非常多的一个阵容 是 那么本局呢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追语焚 优惑 对对对 嘉瀾 你让教授慘让很多狼队 我可以告诉我 。必须让教授卖都行 瞎现场 我看着 我没看着我 这个嗓很感双的 Palestine 愿战 novo 相似来! 《判断8位》 你们就全部也 就够了 alleensをでて Heroum ナダコをしよう 2ヵ2 在核稻草 没事 我又撞到了 好痛 要不了头的 住手看一眼 我自己看 下路一边我还在堵呢 可以啊 拉一下 拉一下 我没到了 小心药 送的 有心血 刮了 要死 死了 嗯 其实这把清风的这个上高码真的是发挥的很好的 刚看到输出占比也是有30%多的 他主要跟的太好了 他跟连坡跟蓝跟的都 第一时间直接就把伤害打满了 对而且我觉得弗然第二期他们真的很冷静 刚听到那个语音他们在那个抓妖刀李文芳那一步的时候 三个人蹲在那的时候很默契 对然后他们的一个语音当时摇到这方之后 他们就 nice 就听到阿改轻轻的说了一声 其他人都很平静 发现他们蹲人是三个人的技能是同时包的 也没有说大家那个谁先放技能都没有 都是很默契 甚至是跟李元芳的被动一起出现的 对 很同时对吧 对就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个默契真的是有点东西的啊 对狼队这盘输了很难受蒙田 蒙田 蒙田是一个因为蒙田跟桑奇也是套体系 然后沈蒙希的话 其实也是能够搭配阿古多马超 就是他相当于把很多套阵容给拆了 然后拼凑起来了 然后大桥我们就不提了 所以说今天确实可以看到狼队这盘 BP真的很扎实是花了大花了血本去帮小胖把野区做得很扎实 但是最后没有赢下来比赛 对能看得出来他们是想要通过第一局先拿一分的 这局阵容对于重生来说就是你可以发现他太运营了 他没有开团 他被对面冲的没有什么反手之力 应该这么说 重生狼队在往里压的时候没有想到 这把佛山第二季可以打得这么坚决 而且配合真的是天一无风 没有反打 完美的默契 这波就刚刚语音的那波 很默契 吕原芳那个被动刚出现一瞬间三个人同时放技能 我刚看到这是个几倍曼方呀 刚就我们看曼方也是稍微亮了一下就 就没了 就秒了 血条消失数 梦兰这波送上香也挺细节 其实他感觉有点猜到后面是有绕后 直接就是秒换了一个戏血刀 这个戏血刀是很关键的 是非常关键 然后旁边刚好有个小野把血给吸上来了 然后这样的话 要是没有一个实际以上脆皮可以切了 而且又被连波留在了天上 所以这把确实是缝尔机可以把他们这个阵容 每个人的发挥 包括他们团队的进攻做得非常完美 就他们整个张弛有度吧 进攻大家一起冲 然后撤退的话 其实每个人是掩护撤退的 嗯 而且他们终结比赛的能力也很强 下落这一波打完之后就直接不跟你磨叽 对 因为你跟大桥 如果大桥再复活出来 他凭一个蒙田无限通过这个血拳的一个加速 你就很难再找到一个一波的机会了 所以今天佛山第二阶GK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拉满的 而重庆狼队这边他们在中野做出了一个人员的轮换之后 两位觉得说他们低局展现出来如何呢 这个配合 我觉得就整体来讲整体想法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一个是走位那个就是大桥那个地方 是被别人抓到的一个机会 这是其一 第二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于对手的话会太好了 目前来讲的话这盘可以看到前面拿到优势了之后 就一直被GK冲散冲散冲散再冲散 就前期看的是没什么问题 你只能说今天的对手佛山第二阶GK 他们的一个状态是更好的 毕竟最近 这只佛山GK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一局佛山GK了 这已经今非昔比了 是的 他们今天的这个默契和状态 你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他们通过第一轮在S组 最后历练之后成为了SE 所以到现在的话 真的是一只非常非常强大的对手了 重庆狼队这边是不能小瞧的 是 所以说看狼队第二盘吧 狼队现在就是 现在要赶快扳回一盘 否则今天这个英雄池在第一局的消耗 再不扳回一盘 第三场就要被逼上绝路了 那我们共同期待双方第二局的对决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收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